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赞 订阅 喂 不是让你发信息吗 我已经在你们学校门口了 我想现在应该是午休 你应该可以继续好 你怎么知道我在哪个学校 猜得而已 一般打工的学生 都会选择一个 离自己学校比较近的地方 那你万一猜错了呢 也许吧 不过我想 我应该没猜错 走吧 吃饭去 你看那男的好帅啊 是啊 怎么能看上他呢 凭个也不行啊 看过来 看看 我们的食堂到了 我们食堂是一个特别有名的设计师设计的 上下两层可以同时容纳一千人旧餐 在这附近没有比它更大更宏伟的餐厅 所以我就请你吃它了 好 我们学校的麻辣汤 汤都是可以喝的 这个当口的面点应有尽有 拉面 烘面 焦香面 饺子 馄饨 葱油饼 这儿呢有麻辣香锅 如果你喜欢吃辣的话 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他们家还有巴西烤肉和克尔鸡烤肉 这儿有各式精美小菜 荤素搭配营养健康 你看 英式炸鱼排 日式寿司卷 如果你有饭后吃甜点的习惯的话 这儿有非常新鲜的水果 酸奶 还有广式茶碟 对了 那儿还有免费的汤 我们先去杯哦 果然是菜肴风味 南北汇集东西合体 中餐 西餐 样样俱全 而且还有各种烧烤乐种汤品由你选择 只要你想吃的 那儿都有 还真是什么汤品都有啊 就在环境也很温馨 你不介意啊 我为什么要介意啊 那你想吃什么 你想吃什么你就点吧 我都可以 行 那你去找地方做吧 我来点 好 很久没有在食堂吃饭了 好像回到了学生时代 谢谢 程之远 你在哪儿 我来找你 有事吗 有事吗 没事就不能找你啊 没事有什么好找的 今天食堂里和你吃饭的男人是谁 不会是新男友吗 我们才刚分手 你的速度可不要太吓人了 我是你男朋友时 约你那么费劲 这不是你男朋友 怎么说一起吃饭就一起吃饭了 要不我们明天也一起出去玩玩 不行 和别人吃饭行 和我见面就不行 你好歹给我留点面子 在我没有交女朋友之前 你也别叫新男朋友了 凭什么 就凭你先说的喜欢我 我说 你怎么知道我没吃饱 你放了罗总的鸽子说去吃饭 现在跟我说你没吃饱 那个小朋友真买了一人份吗 小朋友 别装了 老李都跟我说了 我也不怪你啊 不怪我真的 还是你了解我的口味啊 这个不是给你吃的 别做做多久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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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这不是给我的 你给谁的啊 那你别管了 反正不是给你买的 而且我就买了一人份 没你的份 我说乔宇你 这就不对了吧 你说你给某人啊 送夜宵 你还只买个一人份 不买两人份 你说你活该单身吗 你别管了 自己饿着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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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刚新发现啊 要够留点 你不太对劲儿了 我饿得不太对劲啊 行了 一会儿给你定一份 好 谢谢啊 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了吗 这次保员的机会非常难得啊 系里的很多同学都在申请 可是只有你的成绩和条件 是最合适的 我现在已经准备找工作了 那真太可惜了 谢谢黄老师 姐姐 这有人吗 小陈还没来 他好像今天下午要去打工吧 今天老实话考试重点 你看看都没有好位置了 我就坐这儿吧 操什么热闹 得别人留着坐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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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走 那个位置坏了 这儿有什么 坐这儿 坐这儿 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坐一块儿 我们都分手了坐一块儿不尴尬 分手了有什么尴尬的 就是因为分手了 我们现在才跟普通朋友一样 有什么尴尬的 除非你心里有鬼 还是 怎么 只能坐这儿了 老师来了快坐下 怎么不坐之后也还去 你猜 今天人坐得这么晚 我还有点儿不习惯了 好吧 为了留住难得一来的同学 先上一小时的课 第二节课我会专门为大家 留出半个小时的时间 划重点 来 怎么待会儿去不去老猴子 我不想离那浅串子那么近啊 看情况吧 困 你真不记得为什么做事 你和沈猴复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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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我该怎么回复呢 还是说 你不舍得 你不舍得 希望同学们能够认真复习 都快毕业了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 最后因为我正的课通不过 而拿不到毕业者书 知道了 在这里我先预祝大家 考试顺利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下课 谢谢老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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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上去 快快 麻烦 有情况 你不是说看情况去吗 这就是情况 走 这什么情况 你去哪儿啊 快 杨小辰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有事吧 听说你拒绝保研了 怎么了 那你就是打算找工作了 如果你真的打算找工作 我劝你啊 现在少打点工 因为从现在开始 各大公司的招聘会 都陆陆续续来到学校 为了考虑到学生 早上都在上课 所以呢 有的招聘会会安排在晚上 就知道你没想到 这是公司招聘会的时间地点 还有公司名称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什么意思 提出分手来也是你 现在做这些也是你 什么意思 你猜 我不想猜 我呢 就是想挖个坑给你跳 让你心甘情愿地和我和好 你开玩笑呢 我是认真的 你想开玩笑的时候就开玩笑 想认真的时候就认真 你把感情当儿戏啊 我儿戏啊 我什么事都依着你 什么都是配合你 你看什么看 还有那天那个男的 你对他那么和颜悦色 还有跟那个教英文的老外 那么的满面笑容 还有你们老板 那么的言听计从 你对我呢 对我为什么就那么倔强呢 你管得着吗 你是我老板啊 你管得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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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跟我自圆置换 我就跟谁满面笑容 谁是我老板 我就对谁和颜悦色 行 那从现在开始 你把我当成你的老板 你什么事都听我的 价格你随便开 所以我开是吧 我打我想打的工呢 一个小时二十 打我不想打的工呢 一个小时二百 二百就二百 一个月的话 算三万吧 那我现在命令你 不许跟什么破人都吃饭 还有 不许提前跟别人好了 成交 你不就是爱面子吗 行 钱到位了 我就陪你演这一出 晚会面子的复合大戏 成交 但是 我不是为了自己的面子 拜拜 大哥说多少 三万 这个冤大头 大哥你疯了 三万 你给他 你有病啊 就是要请我们吃饭多好 啥子才不答应 不是 你怎么想的 外头啊 外头 你疯了 有什么事情过不许 你让自删 你有没有想过 对家里人的感受 我要是你遇到点事 我早就自删几千遍了 大姐 你干吗呀 所以你拍这些照片 就是为了吓唬一渣男 没想到先吓到你了 对不起啊 天哪 跟奶奶学的这一套 你学吗 我教你啊 你有病啊 跟你开玩笑的 我知道你关心我 谢谢啊 不过我这个人要真说 有什么烦恼的话 也就上下考研了 万一我要正考不上的话 也就上下考研了 也就上下考研了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不像那些 家里有钱有关系的孩子 毕了业什么都不用丑 梁小禅 我问你一个 特别严肃的问题 你相信丑小鸭 会变成白天鹅吗 丑小鸭变白天鹅 那是因为它服务本来 就是白天鹅 那需要变吗 还有 有些人它表面上 看着风光无限的 人家其实背地里 也是顺风顺手的 所以咱们在遇到 一个接一个难关的时候 只能努力努力再努力 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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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 我给你个东西啊 这个给你 什么呀 赶紧看看 你做的考研重点 对啊 我记得上回刘新辉 出二百块钱 问你有没有 考研宝典的时候 你说 没有 那会儿没有 现在有了呀 谢谢他生日 需要什么 那边点了一杯大冬 或一杯长老冰茶 好 对了 你跟上次那个客人 吃饭的时间定好了吗 饭都吃完了 是不是 这么快 啊 可以啊 我看不只是吃顿饭 这么简单吧 那你是羡慕的还是嫉妒呢 我呢既不羡慕也不嫉妒 大款呢可不是这么好棒的 这不 好几天了也没见到再来啊 我现在算是想通啊 想通什么 我那天就不该帮你 我那天就不该帮你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他见没上班吗 上班 请坐 客人这边请 这儿环境不错 请看一下酒水单 奥利维亚她正在忙 两位想喝点什么 奥利维亚 有客人找你 手脚快点 好 两位烧的 她马上就来 你要不要先看看 酒单 陈先生 您来了 带了个朋友来 你好 好 二位今天要喝点什么 我照旧 你看看你要喝什么 来一瓶蓝芳吧 好 一瓶你喝得完吗 喝不完可以存起来的 那就存吧 反正你总来 对吧 对 还可以办个会员卡 下次来消费呢 还可以有优惠 还有小吃可以送 好 上酒吧 稍等 喂 一瓶蓝芳 以装会员表 这么厉害啊 又点蓝芳又办会员的 你这个月的奖金啊 一定会翻分 比给我 对了 你有男朋友没 那这个干吗 要是没有啊 就别着急 要慢慢调 一定要调自行 现在这天下好男人贼少 我觉得 他对你挺不错的 这酒是他朋友点的 不是他点的 冰块 你呀 要相信我这双眼睛 我看过不少人 准没错 这会员表 您填一下电话号码 然后签个字就可以了 请稍等 这是会员福利 这是会员福利 谢谢 二位慢用 来啊 看什么看 这个就是上次 没让你吃饱的那个 小朋友吧 我 喝酒 美女 借点零花钱花花呗 我还真没有零花钱 我有支付宝 你传给我 我不用支付宝 那月宝呢 那是什么呀 少骆驼 把你手机给我 你 你 我们打烊了 怎么 没事我找人 找谁啊 严晓晨 他刚走 怎么了 你他什么人啊 男朋友 后面 谢谢啊 快 大哥 我真没有 小杨的片子 过去 别过来 走 你 你 你 别打了 别打了 救命 救命 走 走 走 快抱你 快抱你 快抱 别动 别动 喂 110吗 严小 晨温 我刚才救了你 你不应该说声谢谢吗 你要不出现我一样能搞定 这么厉害啊你 不要喷 你试试吧 等一下 等一下 什么 拿着 这是你的工作服 从现在开始呢 我就是你的老板 我让你做什么 你就得做什么 不让你做什么 就不能做什么 总之 你什么都得听完 那你 要我为你做什么呢 我为你做我的女朋友 帮你做我女朋友 上午十点半 我在学校湖边等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剩了五位数吧 我去 你看 不是啊 又在那一块儿 亲爱的同学们 老师们 老板可以松手了吗 手心全是汉 华东校园工艺社团 将接受社会 您可以看一下 这个单子上面有详细的介绍 欢迎您可以具体解一下 东西 您好看一下吧 谢谢 一会儿你干吗去 工作时间结束 当然是私人时间了 你管我呢 那只要在学校的话 都应该算工作时间吧 我要去招聘会 那你就这样去 不然呢 至少装一个正装吧 你不知道 做金融那些人 都看人家下菜碟 你 我有实力 而且不是所有人 都是看中你的褶装打扮的 拜 我走啦 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我有实力 我看看你也是吧 严晓晨 你都不知道要穿件正装来吗 没人要你吧 你都不知道要穿件正装来吗 你知道哪儿能买得着 又便宜看又上档次的正装 上档次的话 就去商场买呀 便宜又上档次 那我总知道 谢谢请大家喝可乐了 到这里啊 走啊 谢谢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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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谢谢 谢谢晓晓 小胖 好 谢谢哦 还对你死缠烂打呢 可乐堵不住你的嘴是不是 阿龙啊 雨晨 吃完明天给我用一下 你要干吗 给我 秘密 不是 我有话还没说完呢 法学院那周成还记着吗 就死缠烂打那个 男扮女装记女朋友诉说那个 跟我有关系吗 我想告诉你 死缠烂打没有好结果 舔狗 舔狗 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你说话别那么难听啊 再说了 穿女装 那怎么可能 别开玩笑了 我走了啊 我想跟你说离那盐晓晨远点 你就消停会吧 盐晓晓是泼乐尼可乐 但那些你嘴也挺欠的 你就别找麻烦了啊 我告诉你 盐晓晓现在就是把猴子给拿住了 咱必须想把我把猴子本的三文贵要回来 三文贵要回来 同学 你是金融系的吗 不是 你是金融系的吗 不是 不是 也不接电话 我去过了 真的没事 你别担心了 拜拜 都不接电话 你怎么不看着点啊 你没事吧 问女话呢 不好意思啊 你金融系的 那你认识颜小晨吗 认识 那你认不认识我 不认识 赵雨桓 国际贸易系最帅的那个 不是你们金融系的 真是学习都学啥 不是你你告诉我 颜小晨住哪个宿舍行吗 男生不能进女生宿舍 我不进去 你就告诉我 她住哪个宿舍就完了 二楼八角的那间 顺水管可以上去 你确定 怎么了 你不敢爬呀 你等着 加油 你带我来这儿干吗 都说了带你逛街啊 这儿的东西你觉得哪个 和我消费得起 这样 我做你的导购 保证我们帮你选到 又便宜又好看的东西 你知道我要买什么吗 肯定能帮你选到最合适的 欢迎光临 我们随便看看 好 好 来小姐看看这个 喜欢吗 你来看看这个 先生眼光真好啊 他哪里也要为你选到哪里 你选得过 你选到哪里 你选得越来越难吗 我这地方 你 globally 全炒三折 全炒三折 你就试试吧 那我就试试这套吧 好的 这边挤 真好看 好看的 裤长也合适 再去挑两套 好 你这套衣服也挺好看的 多少钱啊 五百九十九 这么便宜啊 他们店全场三折 全场三折 这 是是是是 全场三折 太好啊 你这衣服好看的 真的好看 我跟你们说 你上去看这家店 全场三折 小姐 这两套你喜欢哪件 我就要这一套吧 好 这套三折是五百九十九 摔开 今天这么便宜 你不多摆几件呀 谢谢 谢谢 欢迎下次光临 快过来快 我跟你说 这全场三折 你们赶紧 那个你喜欢的 欢迎光临 我们再过来 我今天可以下班了吧 我帮你省了那么多钱 还帮你选对了衣服 再怎么着我也是你老板和恩人 那你想怎么样 至少请我吃顿好吃的吧 你想吃什么 你想吃什么 怎么着也得是海陆空大餐吧 好 喂 行了 我知道了 不管你亏多少钱都算我头上 我先挂了 这就是你说的海陆空大餐 小鸡是地上跑的 海鲜是海里游的 混泉水贴上来的 海陆空 你真的是为了省钱 无所不用气急啊 这么昧着良心的话 你也说得出来 来 玩上去真香味道应该也不错 你不吃吗 既然是请我吃的 我不吃岂不是亏大了 这也是我的 这都是我的 好 都是你的 吃吧 浓汤海蟹面 来 香菇炖鸡面 我听说你要出国啊 怎么 你舍不得我走了 你有你的选择 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 不管我走不走 你都没感觉 那你就何必问我呢 我就是觉得 损失了一次赚钱的机会 比较可惜 我再去拿瓶空泉水 我也在何必 看什么看 睫毛挺长的 那我就让你再看清楚一点 不仅可以看 还可以摸 你还要干吗 你平时不爱笑 这样看 还挺好看的 你为什么不爱笑 因为没什么可笑的呀 怎么会 你肯定是还没有遇到 让你开心的事 你听过一句话吗 上帝不给你你想要的 不是因为你值得更好的 而是因为你根本就不配 谁说的 我现在就带你找回笑容 那米娅还没吃完呢